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在節目開始時,先要恭喜浩德 上星期拍攝彩蛋,力排眾議之下 1801加入了深港通名單 在節目播放後,第二天爆升了差不多兩成左右 即使近來回落,都差不多一成 雖然我們不是派號碼的節目,但始終中了 你有沒有跟觀眾說,部署會怎樣? 如果聽完節目,自己做完功夫 有機會買了,現在也算是贏了錢 我們一貫建議,贏了錢就開心,繼續拿著 之前說過,技術性因素比較低的股價 現在是正常化 但整個公司,中長期都是看好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已經拿著的朋友 跟我們一樣,我們仍然拿著 所以繼續持有 C先生,近來大市波動比較大 早前美國調整,很明顯 近來反彈一點 你怎樣看股市,會否波動大之下 會要謹慎一點? 因為早兩三集,C先生都認為贏錢 可能需要少許利益 我自己覺得,大局仍然是 錢繼續印出來 資產價格,都會上升 但有些股票,可否升得過份? 當然,現在舊經濟,難以寄忘太多 大家的注意力,去了一些新的互聯網概念 有些新創新的,將來有前景的公司 所以,注力轉移到那裏 升得多 但升的時候 我自己看,可能會有些只有概念 未有實質,都被人推上去 所以你都要看看,是否每個都可以承受得起 市場波動的衝擊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時不時都有一些震蕩 好像上個星期,都震蕩很大 對,都蠻厲害的 當然今年,整個新經濟、科技的板塊 都是一邊跑贏 中間內不少都是一些回調 這次暫時說的回調,當然會嚇到大家 大家想起7月8月的時間 你覺得震完美呢? 我自己個人判斷,不是一個大的轉勢 不過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到今天星期五 這個星期,美股由高位回調了8至9% 尤其是納斯底下指數 如果參考過去的回調,這次其實是差不多的 施生計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前一輪升了很多 其實都要分得出,哪些是有實力的 大家都是買新經濟,買一些有實力的公司 震一震,都仍然有些渣 有些可能真的震散了,渣都沒有 似乎都謹慎一些 我傾向,要謹慎一些 因為C基金上半年,跑贏大市很多 到現在都是 當然是想吃著條勢 但我自己傾向,下半年可能要略為保守一點 我們現在,C基金最新的倉位,比之前修正了一下 之前大家有留意我們節目說 我們差不多是碗倉 最近我們自己,最新也有大約兩成多的現金 即是減少了 因為第一件事,大家要明白 即使你中場市看到 C基金都是叫做Hedge Fund 除了保留一定的現金作為子彈 亦有些其他對沖 整體反映了,即使你中場線 我仍然是挺看好 你的Net Exposure 去到甚麼程度 如果我們股票,其實七成多的股票 都是有些我們覺得比較核心的持股 即使再有回調,其實我們仍然有信心 但我覺得在回調當中 其實都不要太低估市場的威力 因為今年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市場是好 不過波動性一定強 尤其是因為資金充斥 所以當回的時間 最慘的,我見到一些散戶朋友 早期回的時,就很有信心 一點都不沽 到真的不應該沽,沽時才捱不住 因為我自己看,特朗普在競選未有結果前 他需要維持的股市是一個高位 因為他經常把股市看成他的政績之一 經濟不好,至少股市好 就可以衝撐一下場面 但如果選了之後 他可能又想由低位慢慢再上升 所以我覺得選舉前 會有波動,但仍然維持在高位 但如果將來升了那麼多 拆下來的時候 可能不容易走得掉 可能不是跌一成半成 而是一跌,就三、四成 嚇到走不及,而且不能報仇 施先生,你講到總統大選 其實都剩下一個多月時間 浩德在司機金的部署方面 會否在總統大選前,會有特別的操作 避免政治風險 當然,我覺得在美國大選 10月頭,這兩個月就很白熱化 每天,無論拜登也好 無論特朗普也好 四處做他們的宣傳 當中對我們香港,或者A股、港股 最關系的,當然就是 他不停打中國牌 令到對股市比較敏感 例如最近期,有TikTok 最新鮮滾熱辣 另一間中國企業,就是華為 都是牽連得到的 其實這段時間,大家都要提防一下 如果已經發生的,股價已經調整了 但有些未知的話 其實在整個組合上,都要有一定的部署 在華為,我知道華為其中一間主要的供應商芯片 981,中芯 近來都被美國,似乎是目標了 就是要制裁 股價都大幅波動,由四十多元跌下來 你如何看中國芯片業,如何面對這個難關 其實第一月之前,四十多元跌下來 其中一個原因是,之前他們回到上海的科創板上市 令到股價本身升得很急,由年初十多元 一路升上去四十多元 當然,背後的半導體行業,都是一個不錯的周期 不過最近期,值得留意一下 一個新聞說,特朗普中芯國際制裁 他還未說,是立即制裁 為何要制裁中芯國際 有些人說法,他的技術仍在爭脾 沒有什麼威脅 我覺得有兩個道向可以看 第一,美國希望限制中國的角力發展 中國要急起直追的軟實力 其中一份就是晶片 之前不讓你賣晶片 大家都知道,顯身是國產化 我們希望自己整個供應鏈,可以在國內能夠比較成熟 過去放了很多資源,寄望於中芯去沖起龍頭的位置 但是現在他又覺得,只是不讓你買芯片 如果有你的中芯繼續去做這件事 會不會過幾年,他真的急起直追 現在大家都知道,國內即使芯片龍頭的中芯國際 因為他的技術和現在比較領先 例如三星,台灣的台積電 其實有個技術企業都很大 如果用時間計,可能是在做三、四年前的事 現在大家,當台積電在說,做納米是兩至三個納米的時間 台積電其實十四納米都是剛剛開始做 中芯 中芯都是剛剛做十四個納米,其實技術分野是比較強的 但永遠都是這樣 我們大陸,雖然我們落後,但我們提速是比較快的 各方面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可能這是一個美國的考量 不單止不讓你用芯片 而你自己產生芯片,都是一個他覺得是一個擔憂的 因為以現在的技術,中芯的產品,不容易在國際市場上 即是最高級的,它沒有份去競爭 打擊它,也不在外面賣 賣給國內的公司多 這就是沒有什麼打擊 當然現在的中芯,主要的客源,當然是國內為主 其實國外都有 我想美國,如果有一個戰略的看法 令中國本身都缺乏了芯片,一個重要的下層建築 譬如很多科技的發展,硬件軟件 其實芯片是一個必需品 如果它缺乏了這件事 其實都會令到其他科技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重擊 其實這個比較基本問題,想請教兩位 譬如,中國芯片業那麼難追到美國 原因是美國掌握了某些好重心技術,是很難複製的 還是純粹因為起步遲呢 以我謹有的理解,因為整個芯片行劫 大家都看到一塊是一個圓形的玻璃物體 芯片再切割 其實整個生產工藝,都牽涉很多不同的步驟 現在國內最主要的瓶頸 以我很疏淺的理解 第一,就是芯片的軟體設計 其實沒有國內完全依賴外國的技術 另一個,就是所謂的光刻機的技術 如果很簡單的理解,由於芯片很細小 所以我們剛才提及,用幾個納米的技術 其實是靠一個類似我們以前拍照的技術 將一個設計圖,在相高拍照,縮小了在芯片上高 這就是靠一個所謂的光刻機的技術 這也是主導在國外 即使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國內投放了很多資金 因為生產一條芯片的生產線,都是幾百億 但其實都沒有辦法用錢,解決了技術含量很高的環節 所以國內現在的工藝,比起外國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再單純,實際上去到這些這麼精密化的生產 其實生產的良率,很影響整件事的成本和盈利 所以這也是國內晶片商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仍然要急起直追 其實今次制裁芯片,給我感覺是美國對中國有某部份的禁運 施先生,你認為短期就是總統大選 長期,無論誰選上去,似乎美國的政策都不會改變 你如何預期總統大選之後,中美關係會否進一步惡化 從而令到更多制裁出現 美國要制裁中國,是一個基本國策 不單止自己要制裁,還要動員盟友 全部一起制裁,才會產生作用 基本上,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考慮 中國如果成功,就會威脅自由世界 所以他一定要全方位制裁 這是一個持久的角力 不會說總統大選結束後,就告一階段 當然,在總統大選前 他是打中國牌,打來對付拜登 他基本上想將拜登打造成,會與中國維持好關係 還說,你讓拜登上台,你的子女下半大被迫學中文 用這些手段,去威脅美國人 你不要選他,選他會出賣美國,去配合中國 從這個角度去看,他會長期對付中國 但在選舉前,應該對付得多些 選舉後,他就會面對現實一點 你要打政治牌的時候 先講政治效益 他就不講經濟效益字 選舉後,就會面對現實一點 如果純粹對中國的壓力來說 我認為選舉前會大 選舉後,反而會鬆一點 即使特朗普上台,選舉後都會鬆一點 但在股市上,要維持政績效益 希望股市在高位 結束後,股市沒有緊張 股市仍然不在高位 股市做一些調整 他都會接受 所以,本來勝出後,對中國施壓會少 起碼對香港或國內有利 但如果他不在美國股市維持秩序 美國股市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亦會拖累香港 這是我比較宏觀的看法 施生,我想追問一點 如果明年經濟考慮多於政治考慮 你認為,會否在不同的制裁地方 即美國對中國,會有鬆手的方向 鬆手,未必鬆手很多 但出招,沒有出得太密 出招時,亦會考慮經濟效益 比只是考慮政治的影響 這是選前選後的基本分析 浩德都有一種說法 內地的A股市場,近來走勢不太大變化 大家都擔心,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會有不同的改變 如果跟施生說,下年雙方對抗或制裁力度比較減弱 你猜,會否正面影響到內地的A股市場 如果中美關係,在實際層面上,沒有打得那麼熱鬧 總是對市場或企業的營商環境比較好 當然,我們上一集也有看過 看看究竟是誰贏出來 甚至乎拜登最新都說 如果他上場,有機會將關稅都會拔走 這個可能會否對市場來說 尤其是對我們港股,A股來說,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整體方向 始終過去兩三年 誰勝出,你現在有沒有頭緒 我也是相信民調,不過大家從上一次,四年前的經驗都知道 就算現在民調,拜登領先 其實當日希拉里領先 最後一些關鍵周分,事前很難預計 所以這件事,太早預定,似乎是不容易 說起中國,近來內地的經濟狀況似乎平穩 但息率開始抽升 近來內房的走勢,似乎是差一點 因為內地出了三條紅線的政策 對借透影響 先生,可以分享近來內地房地產的走勢或情況 內地房地產,比想像中復原得快 一個是,不同餐飲業 疫情期間,沒有得罪頭 沒有吃了三餐,下個月吃多三餐 物業、投資 如果你有需要的 之前疫情時,沒有買之後,都會買回來 所以我們在內地的業務,在三月過後恢復得很快 到了五、六月,基本上已經很正常 內地民眾對自主的需要 對投資的需要,都是沒有因疫情而消散 有些地方,其實是爆發得太強 例如深圳 即是反彈? 不是政府出手,又再打壓 深圳、東莞、大灣區,大部份向好 北京、上海和正常都沒有分別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房地產,完全沒有受疫情影響 從房地產的情況來說 內地民間的情緒,沒有我們在香港那麼緊張 香港的投資者,有些都有點擔驚受怕 一個是美國的制裁 又說抽走香港的一些優惠政策 香港都很擔心 如果香港沒有這些擔憂 股市可能表現得更好 內地交投地產 交投已經很旺盛 以及全國普遍上升 所以民間的情緒,應該是相對好 實體經濟或房地產市場,似乎好 內房股價,以我理解 7月開始,其實不斷開始跌 尤其是龍頭的幾隻,都跌得多 浩德,私基金有沒有內房股票 你怎樣看內房股的走勢 我們現在最新,其實就沒有內房股票 內房的債券,我們就有少少 整體我覺得,始終 從私生對實體內房,做掌握比較好 不過我從投資者的角度去看 投資者其實很好看,就是整體內房政策 政策的前景 我相信,可能兩年都是現行的 但可能樓價來的升幅,沒有以前那麼誇張 第二,剛才提及過 因為中央是很緊張,整體內房資金 因為過去,每一次實體經濟出市 放水,很多資金就流到內房內 其實都令整體經濟上高,向內房傾斜 都很厲害,所以其實有少少壓抑 所以你見到,其實自從大陸 六七八月開始,疫情好一點之後 其實整體的流動性,都是比較偏緊的 不希望有太多資金,大家就知道國內的朋友 都有方法資金去到房地產 所以,某程度就限制了內房的招數 過往,其實你見到,他們很多用彎道超車的概念 將自己的借貸,砰大一點,買多一點地 借一個大的樓價升浪,他們就可以晉身由小的發展商 變成中型,變成大型 我覺得,由於內房,由於中央畫了幾條紅線之後 其實就會有些掣肘 亦都令到中小型的內房,爆發力沒有以前那麼高 因為中央,希望資金流入去實體經濟流入 一些中小企,對銀行施加了很多壓力 要他們不要借錢給內房,借給其他行業 結果,有時資金會錯配 亦都有一些小企業,或不是開房地產 他容易跟銀行借到錢,借到低一點的息率 他借回來,偷偷地借給房地產公司 是賺的息差 但現在收得緊了 房地產公司借錢是困難的 所以買房地產的債券 因為他借不到,或是加息 所以房地產債券的息 分析也有分析 所以他們是有壓力 有壓力,可能要賣多些房地產 因為以前借了不少 要加快賣房 所以現在有些公司說,七折、推銷 可能債務比較重 如果債務比較重,借到的息息不太貴 那就借新債還舊債 但現在開始,新的水源 枯得比較緊 息口又高,所以要快點賣房 市長,你涉及了話題 我們比較少說債券 可能在節目的尾聲,想問一下 如果根據剛才的邏輯,內房未來是難借錢 以及發債的數量都會少 會否令到物以罕為貴,內房債反而吸引 有兩項目要考慮 由於內房需要多些錢 利息會高 如果內房息這麼高 如果太早買債券,其實是虧了 因為利息高,便利潤少了 以及利息高,為了還債 要賣快一點 賣快一點,便要便宜 利潤也會減少 所以在經營上,可能政府的政策下 是受到壓抑的 之前有個時期,人們預計中國很快會降準 又會減息 會放水 現在放就有放,但放得比預期少 所以對內房有些壓力 如果投資中國企業債 近期10年的長債,國內債是一直向上 與美國債息向上 即是資金緊張 與美國有不同的地方 但這代表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把控 有信心 如果沒有信心,便要放水 他說不帶水慢灌 這次真的可以做到 起碼客觀條件配合 他才可以不帶水慢灌 但美國真的正在用帶水慢灌的手段 已經沒有辦法了 如果美國在今次的瘋狂印銀子之下 相對聯儲局可以做的事,比中國的央行少很多 我相信兩位嘉賓都對內地或實體經濟 信心相對大 不過科技股星這麼多,便要小心點 今集節目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興趣了解多些私基金資料 不妨去到網頁、Facebook 或以下的電話 去聯絡我們進行查詢 多謝 資料 1.2 horas 2.5更多 1.6日 1.6 3.6